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犯下了台中统师命案的徐姓祖贤徐德毅 现在也被起底了 其实他早在2008年的时候 就已经组成了强盗集团 专门吸收青少年犯下多起抢案 而当时被判刑了10年6个月 不过他在入日期间表现突出 参加了国立空中大学的课程 还获得了第一名 因此在2015年获得假释 没有想到才假释两年之后 再度犯案杀死了蔡姓少女 父亲的邻居回忆 还曾经到他们的家里头泡茶 如今想起来都头皮发麻 警方见识人员忙进忙出 16岁蔡姓少女被杀害后 装进桶子放在风源之处民宅内 而徐姓祖贤的父母就住在这里 浑然不知情 事发后爸爸赶紧烧金纸 也不敢再住这里 附近邻居更是不敢置信 尤其今年的重阳礼金 就是在徐家发放 大家也都到家里泡茶 现在想来都脱皮发麻 空档我也一起去 就是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异状 不知道是否做坏事心虚 徐姓祖贤还曾在地方捐款 带着七小来临感谢状 表面行善其实是杀人犯 而且恶心不改 2008年徐姓祖贤组成强盗集团 遭判刑十年六个月 入狱后参加国立空中大学课程 还获得第一名营造上镜形象 2015年裁定假释 2017年5月就犯下杀害 蔡姓少女案 期间也曾酒驾被逮 法院审理后认为 他犯后态度好 认真向学 给予免刑 之后率先与友人 媒介少女陪酒坐台 2019年6月 再杀害54岁 黄姓男子 是台中地院强大通缉中 另外一个是 台中地院一个诈欺通缉中 集团分工缜密 从徐姓祖贤 传给小弟简讯 可以看出来 指挥集合 要大家注意安全 另一封简讯有出狱的字样 应该是犯案得手暗语 只是他没想到 旗下成员酒后说溜嘴 透露给友人 让案情曝光 而他们也将为自己的犯行 付出代价 记者中部 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